第八奖KIROS跟一些例子 主要的参考是Cholet深度学习的书 它是KIROS套件的 应该算发明者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特点 它相同的扣程式码 可以在CPU或是GPU上面跑 基本上就是不需要做什么大的调整 它是有非常方便使用的程式应用界面 应用程式界面API 台开形容API怎么样呢 使它非常容易快速的建立 所谓的深度学习模型的雏形 它有内建的资源 什么东西呢 有这个卷机网络 还有这个地规网络 这个循序的这个处理 那这个卷机呢 这个是做这个电脑视觉的 然后你可以两个给它合在一起也可以 所以也就是你不需要额外 再去写一些程式 你只要呼叫它提供了这个 这个资源就可以了 还有呢它支援任意的网络架构 比如说呢多输入 多输出 然后呢图层共享 模型共享 这些呢我们后面呢 这个讲这个CNN的时候 这个简区 类神经网络的时候呢 会用实力来说明这些实际的 使用的方法 那这一张投影片呢 各位在之前有稍微看过部分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整个架构是怎么样呢 底层是CPU 那TensorFlow呢是怎么样呢 是把一个所谓的低阶的这个程式库 那这个用所谓的张量的运算 所以TensorFlow 那张量是什么呢 张量就是一个多维度的矩阵 比如说呢一张图片呢 就是一个两个维度的张量 那如果你是彩色图片呢 要三张 就是色彩的三原色 那如果你是video 再加一个时间轴进来 所以这是张量的这个解释 然后呢它底下有一个 那这一个呢 这个低阶的这个程式库呢 叫Igon 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是GPU的话呢 比如这个TensorFlow呢 这个有一个非常最佳化的 深度学习的运作 那是NVIDIA这家公司提出来的 Cuda 深度学习的这个程式库 这是要接到你的这个GPU的 那在网上层的时候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解决方案 或是架构 比如说呢 这个TensorFlow呢 是这个实验室 在加拿大的Montreal这个大学 然后这个TensorFlow呢 就是Google的 然后这个是微卵的 那PyTorch呢 是另外一个架构 这个脸书用很多 但是呢 这个我这个在之前 有教过这个TensorFlow 那我感觉上 感觉上 就是学生 因为它还是更复杂一点点 所以今年呢 才想说改成Kiros 去年这个教的是这个研绎的学生 然后呢 我们之前呢 讲过了你安装的方法 那那个真的要有点耐心 然后你测试 安装完之后呢 你在这个Jupiter里面的测试 就Import Kiros进来 然后呢 Kiros点 这是已经叫进来 对不对 然后你的版本 那各位特别注意到 这边有两个底线 没有空白 所以这边是两个底线 如果你打一个底线 它是不会有动作的 好 接下来呢 这个是执行结果 它跟你讲说呢 我这边安装 我这台电脑安装的 这个后端呢 是CancelFlow 也就是我架构在CancelFlow 之上 所以你要先装 完CancelFlow 之后再装Kiros 这个是Kiros的版本 那附带一提呢 这个有趣的这个资讯 这个Sherry这本书呢 在它的附录B 跟你讲说呢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是Amazon 叫弹性计算云的GPU上面 跑一个案例 可以哦 可以在云端跑哦 然后你这个原本的 还有up-to-date 就是有更新到这个 即时更新 或是说这个到目前 有更新的版本 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你的这个东西 部署在云端上面 那Amazon 只是一个这个云端的服务 其中一家公司的 还有其他的公司 Google微软 都有啊 台湾当然也有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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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